老公,我真的没有推完美下楼,你相信我,诚信吧,我真的没有 完美,你不是摔到了腿吗 这是什么 明天就会有人发现,你是畏罪服毒自杀,盛太太的位置就是我的,西坊哥哥也是我的 盛太太 我的第一个愿望,请让我谈一场成年人的恋爱吧 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18岁的冥案上 什么情况,我吹蜡烛学院怎么就变成23岁了 赵初棉 你长出息了 好,好帅 服毒自杀这种事,是能闹着玩的吗 服毒自杀,我 你谁啊 我是你法律意义上的丈夫,圣西坊 是一个梦,做得够美 赵初棉,你想干什么 我都18岁了,我要做点成人级别的梦 你这枯子也太难过了 你们在干什么 你在拯救我命,终于像是富有烧帆地平 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可不可以来了解我的梦 圣西坊,我爱你 今生今世,我赵初棉只爱你圣西坊一个人,去死不渝 我们结婚吧 这个是我给我老公炖了四个小时的亮汤 来老公 他刚写还没有来得及做检查 但毒药影响脑神经,造成失忆也是有可能的 失忆了 现在看自己的账号,也觉得丢脸了 丢脸? 我现在快手,有20万的粉丝 20万! 我啦! 姐姐 姐姐? 我才18岁,你多大呀,关我叫姐姐 既然你说你失忆了,什么也不记得 那我也不好在我之前的事情怪你了 虽然,你把我从楼顶上推下去,差点害死我 害得我双腿残碎 我推你下楼,害死你 那你做什么,把我惹毛了 我没有 是你误会我跟西方哥哥的关系了 哦,你骂鱼腿啊 不是帮我什么 那不就得了 我的男人要是敢出轨,我肯定嫌杀男人 他都好好自然站着呢 我肯定不会推你下楼的 哇,可不能这么说呀 蜜蜜,你没事吧 蜜蜜,蜜蜜,你没事吧蜜蜜 蜜蜜,你没事吧蜜蜜 蜜蜜,你怎么变这么老了 他说,他只有18岁 蜜蜜,你什么我的前天 闲点冷门,闲点点花羯 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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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梦 还是春月 我为什么会春月到五年后呢 五年后的我为什么要服毒自杀 不,那个玩意一看就不是好的 才语陷我退他 那服毒的事情 来人 小人都爆火了 快来人 我忍着剧痛 拔下树叶针 几针就插进了他的屁股 然后我一个回旋气 直接拿黑衣人残叫着 就整个飞了出去 然后 你干什么呀 我还没说完呢 你是糊涂了 你才做梦呢 我跟你说 真的有一个黑衣人 你不信是吧 你去走廊查监控 一定能看到他进来和出去 今天监控机房出故障了 没看 机房哥哥 你就让绵绵姐姐 把他的故事编完嘛 否则他大半夜的 大张旗鼓把你请到这里来 不是白费心机了吗 你说话这么查里查气的 有没有被人打过呀 我告诉你 你要再这样跟我说话 你小心我一个回旋机 直接跟你连人带论 也提了一两百名 你信不信 我 找出眠 机房哥哥 你干什么呀 我数着一二一二三 一二一二三 期盼 慢慢的喜欢 眼神中弥漫 奇怪 怎么就这么想要跟你 谈一场恋爱 我数着一二一二三 一二一二三 期盼 西房哥哥 我好害怕 你有什么好害怕的 绵绵姐姐 她是上家的少奶奶 当然可以为所欲为 就算我都垂废了 从此站不起来 她也不用负任何责任 毕竟 她名义上 把人带上来 她说她是你的粉丝 看你受了委屈 所以精心策划了这一切 想杀了赵初铭 西房哥哥 我 我什么也不知道 奶奶年纪大了 她喜欢你 我不好说什么 别再侵犯赵初铭 她不是你能动的女人 费了她两只手 然后再交给警察 董才 走廊上的监控 都已经恢复正常 之前被别人删除的数据 也都找回来了 要不要给太太 既然已经告诉她 她是在做噩梦了 就别拆穿了 否则她越想越害怕 董才 太太不见了 话说你是不是又瘦了 没有 还是这样 怎么可能 你肯定是瘦了 正确没来了 她怎么来这了 真不要脸 你好 希望你看见唐杰了吗 她来这里参加酒会 你们都是吃白饭的吗 随随便便放一个杀人饭进来 你不会说人话就把腿把缝上 你长得人模人样的 怎么就不会说人话呢 阿贵乖姐 我可以给你一块钱 把你送回去读九年之义务教的 你本完美从楼上推下来 害得她断了腿 差点没了命 难道这还不是杀人犯 你亲眼看见了吗 完美亲口告诉我的 行 来 阿贵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 我录下来 应该什么 如果我把完美推下去了 我愿意去坐牢 但是如果她是污蔑我的 这又是她污蔑我的证据 哎呀 哇 这大学院好帅 都说圣太太温柔贤惠 没想到还有如此果决的一面 小嫂子 嫂子 圣西房 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当然是来抓我和嫂子约会的 是吧 对啊 哈哈 明明 你不是在医院吗 你怎么到这了 堂堂 我可算找到你了 医院有黑衣人 我跟他们说 他们都不相信我 我只能来找你了 刚刚 刚刚那个人叫我小嫂子 圣西房来了 就跟他打起来了 你有病就去烧香拜佛 吃点香灰吧你 你才有病 找出面我告诉你 你那位置迟早是完美的 你少在我面前摆出一副 圣家少奶奶的架势 完了完了完了 你们现在才知道完了 我是说 你 完了 你老婆今儿有点不一样 变得更可爱了 兴西房 明明 你别 你开话呀 差不多行了 别带过 你 放开我 我真的看不见你了 我超的你啊 你怎么没错 你啊 你啊 让我牵挂 数字最轻描的你啊 猜不透的你 让我像你像的没办法 再动 护你眼睛里 好帅 难怪我这五年 会对他死心塌天 毛巾来了 这里怎么没有人呢 站住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他呢 那个总是邪美一笑的帅哥是谁啊 而且他叫我 小嫂子 名利上 他是得喊你嫂子 他叫燕帆周 是盛西房 一母一父的兄弟 这 就是兄弟 盛西房是盛氏集团 唯一的儿子 他妈妈在他生下那年 就去世了 他八岁的时候 他爸给他起了一个后妈 而那个后妈 就是燕帆周的亲妈 燕帆周 从小被抢走了母爱 对盛西宝 那是陷阱 错综复杂的感情 交织在两个霸道总裁的心头 这两人只要凑到一起 那就是 相爱相杀 就 就是兄弟情 嗯 相爱相杀呀 那我出院到五年后 不是沦为了兄弟情里的 恶毒女配 不不不 恶毒女配 那是完美的戏份 完美是盛家的养女 非常受盛家老太太的宠爱 但是爱恋盛西房而不得 而你 是守护男主角爱情的 女三号 欺人太甚 喝碎瓶而已啦 不用这么当真吧 不不不不 这八成就是真的 你想他娶了我这样一个 貌美如花 知书达理的老婆 还这样 貌美 我是承认 但是温柔 和知书达理 你 盛西房 我要你好看 我第一次都是 箭子 啊 东东我还了城西房的孩子 他爱着炎粉中 我就还了他的孩子 年年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打算先听哪个 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 这个孩子 他不会是盛西房的 是吗 老公 你和盛西房一直感情不和 还喝一防水 他是不可能碰你的 那 那这个孩子是谁的 我也不知道啊 你从来都没提起过 除了盛西房以外的第二个男人 这都是好消息 那坏消息是什么呀 坏消息就是 如果盛西房知道你怀了别人的孩子 他一定会跟你提出离婚 再以此作为要挟 分掉你的一大笔身家 我还有身家 老婆你别搞笑了 面面 五年前你和盛西房结婚 婚后你把嫁妆和彩礼攒一起 我们两个一起投资 先是炒股 后来买商铺 又开始办公司 我们从一家小规模化妆品 代购公司做起 渐渐扩大规模 这五年里 我们已经把公司做成了 全国最大的美妆集团 面面 你现在的身价 不比盛西房少 这也太爽了吧 赵书铭 奶奶回国了 她要见你 立刻 贼妹书演的瞪什么呢 你猜贼妹书演 奶奶 你给我闭嘴 我出国才几天 完美差点被她害死 你还有脸对我吼 完美 你跟奶奶讲什么 我没有 我压根没有告诉奶奶 是赵书铭推了我 可是奶奶一回来就知道了 我看奶奶生气 连忙说 其实我也没有直接证据 行了 赵书铭 你给我跪下 我跪天跪地跪祖宗 您是哪位啊 我跪你的 省西房 奶奶 有话好好说 那好 我命令你们 马上给我离婚 行 明天是工作日 早上九点钟 咱们再明证据 之前他不是宁死也不理 今天这是怎么了 还能怎么了 终于明白西房哥哥的心 亚根不在他那里了呗 张初敏 你装十亿装上瘾了是吗 盛西房 你装我丈夫装上瘾了是吗 你什么意思 你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吗 找到了吗 您说那碗那个女人身上的香水味既像是蜜桃又像是茉莉 可我们找遍了市面上的香水 没有这样的 一定要在出面发行之前 解决掉这件事 好可惜 没看清楚她的样子 没看清楚她的样子 爸爸 你知道哪个是你爸爸吗 听说人在危机关头 心跳加速 这个时候一见冬情的概率最高 有没有爱上我 你什么事 你 上个月十四号 和你在这个房间里共度春宵的人 买了我觉得活特别差 小嫂子记错了吧 不如我们再试试 行 试试就试试 找出面 这个如猫令是我们公司即将上市的心理 既有蜜桃的芳芳 又有茉莉的清香 怎么样 够特别吧 用来大房冷喷雾 真是便宜你了 混蛋 有没有人啊 水 给我拿水啊 放 哇 谁啊 有没有人啊 水 给我拿水啊 哇 哇 哇 谁啊 你就不能轻点了 把我眼珠子都冲出来 留这也没什么大用 冲了就冲了 卧槽 你干嘛 你心上的香水味哪来的 香水 这个如猫 是我们公司即将上市的心理 既有蜜桃的芳芳 又有茉莉的清香 怎么样 够特别吧 用来当房冷喷雾 真是便宜了 想知道啊 跪下来求我 我 我哪知道啊 我露下这么多女人 你一个个去问了 橙花 玫瑰 这缝味 都不是 不是那个女人 我认输了 我认输了 你可以用一个情报来交换 你问你问 随便问 上个月十四号 你在这儿见过燕凡舟吗 上个月十四号 那天我上楼做客房服务 发现她搂着一个 而且那个女人她 凶狠的 凶狠的 不是我 而且很漂亮 死我完了 真的是我 我想起来了 那人是个小明星 像韩清饶 来来来 下一个 还有谁挑战我 斯诺克仙女 我来 说好了 我赢的话 咱们就离婚 你赢不了 这球要是进了 我就输了 你这是在干扰比赛对手 人家有吗 平洁 你干什么你 赵初棉 你闹够了没有 谁闹了 你当初想结婚就结婚 现在想离婚就离婚 你当我什么了 棉棉的爷爷 救过我的命 对咱们圣家有恩 西方啊 棉棉是这么喜欢你 你们的婚事 就这么定了吧 我的感情就是用来报恩的吗 哎呀 反正你早晚都会喜欢上我 我们早点结婚不好吗 我不同意 咱们圣家 你像是有恩必报 你诺千金 我答应赵家的事 这个婚 你不结也得结 下个月就办婚礼 赵初棉 你当时结婚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完腻了就离婚是吗 原来是我一大结婚的 我真是雷厉风行 八道你怎么在 不好意思啊 你说的这些我都不记得了 所以咱们就一拍两散 两受欢喜 个子安好不是很好吗 你已经确定铁了心要离婚是吗 赵初棉 想离婚可以 拿出你当时逼我结婚的那份殷勤来 好好求我 赵初棉 想离婚可以 拿出你当时逼我结婚的那份殷勤来 好好求 亲爱的 看看我们是不是超级配 我既然能让圣西坊跟我结婚 就有把握 他一定会爱上我 从小到大 我赵初棉想要的东西 就没有得不到的 那天晚上到过兰斯洛特酒店 可名单已经这里完了 暂时没有查出 继续查 一定给我把那个女人找出来 好的 您放心 必须把人找出来处理掉 否则被明明知道的话 那天心上的香水哪来的 香水 当然是我女人送我的 谁的 你对我的女人也有兴趣啊 可以啊 你跟赵初棉离婚 咱俩交换 再让我听到这种话 小心我废了 总裁 夫人突然在楼下摆了好多花 还点了蜡烛 你快去看看吧 这是要对总裁表白 可是我听说 总裁早就结婚了呀 听说娶的老婆 还是个醋坛子 这下热闹了 我总觉得这个姑娘很眼熟啊 圣西房伍爸 求求你答应我的请求吧 她都不喜好似对我说 她生日要慢慢长 今天我一定能成功打动她 圣西房这个家伙 居然让我求她离婚 这要让我怎么求啊 这还不简单啊 拿出你当时 求婚名场面啊 求婚名场面 圣西房 我爱你 天生金事 我赵出眠只爱你 圣西房一个人 至此不宜 我们结婚吧 怎么样 圣西房 不会总裁 要和总裁夫人离婚吧 大八卦 哎呀 赵出眠 你真是太有意思了 满意不满意 你看到的 是不是感受到了我的诚意 满意 她肯定满意 她 都快被你气死了 我可是按照你的要求 全部照做了 哎呀 我求求你 就醒醒好 答应我吧 这是我的要求 对啊 你看 连这钱子都跟当年结婚的时候 一模一样 圣西房 离婚吧 咱们离婚吧 离婚 离婚 你当时求婚 我答应了吗 没有啊 这次也一样 你继续加油吧 圣西房 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 我都已经这么努力了 就离个婚而已 你就不能答应我吗 以前是我眼瞎 非要追着你跑 但 但我现在不爱你了 我放过你了 咱们又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咱离婚不是很好吗 你 不爱我了 嗯 好 好 干什么呀 你放开我 你 你干什么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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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变态 你这个混蛋 你干什么 我恨你 你个变态 你这个混蛋 你干什么 你自己看清楚 我今天送了自己一份礼物 你猜是什么 我没有兴趣 我把你的名字 纹在了身上 这样的话 只要纹身还在 我对你的爱 就永远都不会变 做事情 能不能动动脑子 身体是你自己的 你这样摧残自己 有意思吗 我一个人的失眠 一个人的空 你呢 什么时候 他什么时候 一点 两个人的画面 我对这种 关心自己的事 谁的眼泪 谁的脚 纹身还在 代表你还爱我 只要纹身还在 我是不会同意 你跟我离婚的 你这个大变蛋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对我冷暴力 现在我要离婚 你对我又亲友吧 你脑子进水了 你不要这么叫我 肉麻 我告诉你 这个婚 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都离定了 我劝你赶紧离 不然的话 我要你好看 你什么时候闻的 我竟然都不知道 你别说了 我毁的肠子都清了 圣西坊是挺帅的 但是我也没有必要 这么辞尽她的 你吧 诶 明明 你说 现在圣西坊 坚决不肯离婚 是不是 其实还对你有感情啊 唐唐 你傻了吧 大男人的话都能信 猪都能上天了 我觉得呀 她一直拖着不肯离婚 肯定是图抹我的产业 我跟她睡都没睡过 哪有什么感情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啊 我就不信 离不了这个婚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啊 我就不信你了这个婚 你不是睡到了 腿吧 这是什么 毒药 明天就会有人发现 你是畏罪服毒自杀 圣太太的位置 就是我的 这个梦 能弄我就是这样中毒的 你十个半夜不睡觉来我房间干什么 你神经病啊你 什么 做噩梦了 吓成这个样子 你是梦到 我要杀你吗 你的腿没事 你要杀我 你是怕我告诉圣西王 你要杀我害我的事情 果然已经想起来了 果然是你要嫁得我害我 跟圣西王没有关系 你去问阎王吧 你在圣家杀我 你们怕被发现我你 我怎么会这么蠢呢 是你自己不想活了 从这跳下去的 只有西方哥哥才能配得上我 你去死吧 你才去死吧 什么声音 救命啊 赵初眠 求求你不要杀我 我跟西方哥哥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我 出什么事了 这风拼绿茶表还是个演戏派 救命啊 让初眠 救救你不要杀我 出什么事了 这风拼绿茶表还是个演戏派 好别说了完美 我决定成全你和圣西法 你之前诬陷我推你下楼也好 还是之前你下毒害我也好 我都不怪你 我知道 你只是太爱圣西方了 才会一时糊涂 等我死了以后 就没有人会妨碍你们了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好好照顾这个家 你也太拼了吧 我们的婚姻让你痛苦到小自杀 只有我死了 还没有人妨碍你们 好 不用你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奶奶 是赵初棉约我来这里 说要跟我道歉 请问我一来这里 他就要拿刀杀我 我就知道你要来这一套 虽然我不想活了 但是有些话还是要说清楚 因为你一直想要害我 所以 我都得开着录音功能才敢睡觉 那就把录音放出来听听 不要 奶奶 那个 我 显得是我带进来的 但是我呢 都是跟赵初棉开玩笑的 我没有要伤害她的意思 而且录音里面只有声音 它根本代表不了什么 既然录音代表不了什么 那就别经历 我这里有视频 一清二楚 我这里有视频 一清二楚 太让我失望了 奶奶 我错了 我是因为太爱西方哥哥了 他会这样 西方哥哥 你原谅我吧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 我也不会原谅你 你干什么呀 是我的别墅 这么晚了 先睡觉吧 我不去 我要自己去酒店住 你别再跟我闹脾气了 我照顾你 我不用你照顾 刚才就算你不出手 我一样能戳穿完美 那个撒谎镜 还是一大光 驴的我心花 你还给我 还给我 这就是你所谓的录音 刚才要不是我打断 你就靠这个来解决完美 你闭嘴吧你 还给我 为什么请我吃饭 因为我不喜欢欠别人人情 服务员 给我来一个最贵的套餐 再来一个最贵的红酒 来 这一杯 算我跟你道歉 他这么喘 竟然还会跟人道歉 身为你的丈夫 完美这件事情上 我处理得很不好 让你受委屈了 对不起 乖女孩 不能喝酒 你怎么来了 有人欠了我一样东西 我来取呢 你还是老样子 一点都扯不住气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你怎么来了 有人欠了我一样东西 我来取呢 你还是老样子 一点都扯不住气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爽 烟 烟痕中你疯了 小嫂子心疼了 真是夫妻同心啊 也不枉盛西法 为你挨了我一时 你什么意思 完美坠楼的行车记录 死了 这里面的视频 能证明赵初眠的清白 钱要多少 开个叫 谁说我要钱了 那你想 打你一拳 实诚力气 干不干 你为了我 连这么奇葩的要求 都答应了 不然呢 可以用兄弟亲 感动他呀 我 小嫂子 你好恶心 这 也能传染 你没事吧 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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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了 你怀孕了 孩子是谁的 不是你的吗 找出名 时候你还有心情 跟我开玩笑 我 我没开玩笑啊 你不是知道吗 我失忆了 跟我查出来 这个人是谁 别查了 孩子 是我的 别查了 孩子 是我的 你胡说 我都已经查过了 那天晚上 你明明就是摟着 寒情饶上的咯 嫂子 以我的势力 一晚上打两份工 很轻松 一分钟 你禽兽 我是禽兽 可你连禽兽的妈都要抢 你禽兽不如 你恨我可以 你讨厌我可以 但是你为什么要侮辱他 谁说我侮辱他了 我们是两棋相遇 你别仗着我失忆 什么都往我头上推啊 我有证据啊 你送我的定情信物 老公老公 这个好好看啊 你给我买一个吗 真好看啊 谢谢老公 我会一辈子都戴着的 你把销链送给他了 我失忆了 静盛西放房间的 怎么是他 好快忘了再有另一个爱 我被虚毒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 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 我当愿会成一颗 就出面 你给我喝 就让我陪他练完这场爱 只有心话终于盛开 就没有别的期待 腾腾 你说我这孩子真的是烟焚粥的吗 我亲爱的闺蜜 亲手拆了我课的CP啊 说人话 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 什么意思啊 上个月十四号 他烟焚粥的确是在兰斯洛特酒店 但是 盛西房也在 盛西房也在 嗯 所以 你肚子里的孩子 也有可能是盛西房的 不可能 烟焚粥又不傻 那孩子如果这是盛西房的 他干嘛要认啊 你别忘了 他恨盛西房啊 一个人 如果因爱 生恨 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对吧 我去找盛西房 问个清楚 哎 你慢点 你慢点 西房哥哥 你不能再喝了 啊 你身上为什么会有这种香水的味道 这是我自己调制的香水 好闻吗 那碗酒店里的女人是你 嗯 对不起啊 西房哥哥 那天你神志不清 可我太爱你了 事情发生之后 我怕破坏你和赵出眠的关系 就一直没敢告诉你 你不会怪我吧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你 啊 西房哥哥 我会送你出国留学 给你足够多的补偿 但是你这一辈子都不能出现在赵出眠面前 西房哥哥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睡了我 还要帮我送出国 对不起 我只能这么做 我不走 我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 你怀孕了 盛西房你混蛋 盛西房你这个混蛋 书面你听我解释 你孩子都有了 有什么可解释的 那孩子就是个意外 请问不要再说了 你如果还是个男人 明天中午咱们就签协议离婚 盛西房 你不会告诉我 现在你要反悔吧 你真的想好了 你苦苦追了我五年 如果我签了字 经过就再也没有关系了 我求之不得 满意了 哟 离婚协议书签完了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陪我们家出眠 去做产检了 别得意啊 你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哎呀 痛失所爱的滋味 怎么样 你走死了 盛西房 你今天就算打死我 你也是一条被人 抛弃的单身狗 县芬中 到底想干什么 我 你问我想怎么样 自己躲走 这次长 你也要孤独一辈子 行了别打了 我们闹够了没有啊 好好好 不闹了 别生气 气着孩子就不好了 你还知道我怀着孕呢 哎呀 我错了 走 我陪你去产检啊 好 这小时的味道 不用担心一会儿有我的 这也没什么事 这真是人家落下 哎呀这么巧啊 你也来做检查 呦这不是燕公子吗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勾搭到一起了 你这肚子也大了 谁的呀 西坊哥哥的 没想到啊 你不光是未婚妈 还是坊哥呢 你还不是一样 把赵出眠的肚子搞大了 哎西坊哥哥真是可怜呀 一直被蒙在鼓里 我是很可怜 对你们三个耍得团团转 西坊哥哥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怀了你的孩子啊 上个月十四号 在兰斯洛特酒店和我上床的女人是赵出眠 不是燕粉舟吗 我当时神色不清 但我记得那个人身上的香水管 正是你独家研制的香水 如梦令 至于你 你的笔子我太了解了 如果香水是你 你不会迟到昨天才跟我香水 不是的 这款香水是我的 是张苏联窃取了我的研发成果 如梦令的样品 前两天失陷 我们公司已经报警了 窃取商业机密是刑事案件 我劝你赶紧去自首 吓唬我 我不怕你 一款香水的研发 至少是几个月 甚至是几年 你几天研究出来的是什么呢 行 咱们报警 让警察来 这人真是 误会 误会啊 既然误会解开了 我祝你们白头到老 永结同心啊 我的项链 我怎么会在你那 我帮你找到了 你应该谢谢我 行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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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明明 既然真相已经大白了 打算什么时候和圣西宝和好啊 真相还没大白呢 嗯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要一五一时梦清楚 我问你什么 你就老实给我说 否则的话 你这如花似玉的小脸蛋 就摆不住了 听懂了吗 嗯嗯嗯 亲本家人 奈何做贼 那天晚上 圣西宝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那天晚上本来想让圣西宝出丑的 谁曾想那送上门的美女都不要 一直在喊你的名字 哇 圣西宝 好吃起呢 你干嘛又打我 谁让你说这个了 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我没有人说这个 那你说 我为什么会去那个房间 这 我不知道 这还用说吗 你对圣西宝 那可是一片真心 嗯 他去哪 你去哪 简直啊 就是个跟踪狂 我真的那么爱他们 呀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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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莲 你的脸好红啊 没有啊 我的外卖好像到了 我去帮你拿 老实点 他呢 莲莲 先给我解开 笨蛋 赵出眠如果出事 你们都别活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这样子 先找人 找到人了 我再给你赔罪 这是什么 赵出眠 你在他身上装定位 有病啊 气死 这个是 圣子 我想我知道 凶手是谁了 这人西方不会放过你的 你指望西方哥哥来救你 别做梦了 没有人会猜到 我把你带到这里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之前犯的最大的错误 就是没有从天台上把你推下去 这次我不会再犯错了 找出眠 你就乖乖死在这里 别再妨碍我了 你放开我你是不是放呀你 出眠 别过来 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 别 只要你放过出眠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西方哥哥 我什么都不要 我就要他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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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哎呀 反正你早晚都会喜欢上我 谢谢老公 我这一辈子都带着的 天呐 我全部想起来了 好羞耻啊 花的香气 恨不得 天呐 越看他越帅 不行了 我根本控制不住我自己 吃心动啊 糟糕 眼神躲不掉 想说就想要逃跑 我 我明明是来救人的 怎么还要吃狗粮 出眠 救 好啊 这个是你说的 以后啊 你别想再拒绝我 你都想起来了 怎么了 你不满意啊 你都在倒数放弃 你对我宁喃的情话很懂 听 关心的亲吻算不算 冬季 满天言语 只认了 见语